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报道一个重大的突发新闻 据印度军方今天6月16号发布的消息 在中印边境的所谓加勒万古地区 昨天晚上中国和印度军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有三名印度军人丧生 包括一名印度军官和两名士兵 这是中印两国在近年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边境军事冲突 因为一旦出现死人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以说麻烦大了去了 北京官方媒体对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报道 不过意外的是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却发了一个微博 证实了这件事情 根据胡锡进的微博 印度方面有三个人死亡 解放军方面也有伤亡 不过胡锡进并没有透露解放军的具体的伤亡人数 但是有外媒报道 中方有五人死亡 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胡锡进的这个微博 他是要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 就是不只是印度方面有伤亡 北京解放军也是有伤亡的 而且这一次双方军队出现伤亡事件 不是北京挑起的 而是印度方面挑起的 胡锡进的微博这样说 中印两国军人在加勒万河谷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印方称印军有三人死亡 据老胡锡进相知情人士了解 我方也有人员伤亡 我要在这里对印度人说 千万不要把中国的克制误判为软弱 千万不要在中国面前傲慢自大 中国确实不想与印度冲突 但绝不怕冲突 希望印度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保持自知之明 若他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更大冲突 对他自己和对地区都不可能有任何好处 希望他不要从中国这里讨进一步的教训 胡锡进的这个微博是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 一个是北京的解放军方面是也有伤亡的 第二个是北京不想和印度发生冲突 而且胡锡进还特别强调 说北京确实不想和印度发生冲突 第三个就是胡锡进警告印度方面 不要把北京的克制当作软弱 不要试图引发更加升级的冲突 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 北京确实在这个时间点上 不想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 北京目前可以说出于一个全世界被人人喊打的困境 所以现在如果北京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 等于是腹背受敌 是非常难受的事情 不过也有人做了是另外一种解读 他就认为习近平他是为了摆脱他现在的困境 是故意要在中印边境和印度搞一场军事冲突 来改变人们的注意力 如果解放军能打得赢印度 当然最好 打不赢也可以改变人们的注意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北京习近平他主动要挑起这个中印军事冲突 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 因为明天就是6月17号 中美之间将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晤或者是会谈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北京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将在美国的夏威夷首府谭香山举行为期一天的闭门会议 他要讨论香港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 显然是香港问题的优先性要大大高于军备控制问题 也就是说这次北京在香港问题上 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一次会晤是北京方面主动提出来的 也就是他们主动提出来要和北京 要和美国讨论香港问题 那显然就是北京要在香港问题上做让步 否则北京也没有必要主动提出来和美国去谈香港问题 更重要的是北京一贯强调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脚插手干预 比如在20天前就是2020年的5月25号 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非常强硬的表态说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脚插手干预 如果美方质疑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和反制 那么既然如果你说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那么北京和美国为什么要谈香港问题呢 你和他谈就等于是承认香港问题 并非纯属北京的内政 要承认美国是有权过问香港的问题的 这样才是北京你要和美国谈香港问题的动机了 也就是说一旦北京说要和美国去谈香港问题 你从主权的角度来说 肯定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次北京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去夏威夷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谈的主要内容的 就是香港问题 由此可见 现在北京已经不在乎什么中国内政 丧权辱国这些面子问题 他要赶快和美国要做求饶 要讲和 这个是最要紧 更有意思的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北京可以说最痛恨的 美国政治人物之一 因为蓬佩奥一贯在香港问题上 对北京说三道四 让北京感到非常的气愤 当初北京对蓬佩奥还算客气 当初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警告蓬佩奥说要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蓬佩奥根本就不理会北京的警告 甚至还是变本加厉 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说的更多了 于是呢北京就气急败坏啊 就忍不住是破口大骂 就破口大骂 蓬佩奥说他是人类公敌突破做人的底线 所以呢我们看北京他是最不愿意和蓬佩奥见面 和蓬佩奥谈呢 因为蓬佩奥不仅是对北京态度最为强硬 在香港问题上他也是表态最为强硬的美国政治人物 所以说呢虽然北京愿意在香港问题上服软 但是他也其实不想和蓬佩奥去谈 他希望呢北京就是希望美国换一个别的人来谈 他绝对不希望和蓬佩奥这么一个死硬分子去谈香港问题 但是呢美国偏偏要派蓬佩奥去和北京谈香港问题 所以北京也不得不最后接受这个蓬佩奥 他还不得不跑到美国的夏威夷去和蓬佩奥谈 这就更加表现出来北京忽然让步的程度是很大的 因此这次杨洁篪居然要和一个他们称之为人类公敌的蓬佩奥 这么一个死硬分子去谈香港问题 就表现出来这次北京在香港问题上 应该说会做一个很大的让步 这个让步应该是相当大的 现在呢北京已经开始放风啊 他又要宣传中美友好了 前两天人民日报就发表署名中申的文章 他的题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可阻挡 就是明确他要想引导一个中美友好的舆论 大家都知道中申这个笔名啊 意义就是说中宣部的声音啊 就是北京中宣部的写作组 所以这次人民日报发表终身的文章 就是代表了北京中宣部的态度 那么北京在一个月前 他还十分强硬的要强行通过香港国安法 那么现在他怎么突然在香港问题上要服染认怂了呢 这里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首先呢 当然是美国打出了一个要制裁北京高官的计划 这样就彻底摧毁了北京和美国对抗的信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北京 就是对北京相对友好的欧盟 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6月15号呢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和欧盟20多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 就举行了一个视讯会议 他们就共同研究啊 如何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而且在这次会后啊 欧盟的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就表示说啊 欧盟和美国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野心啊 是欧盟和美国合作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过相对于欧盟态度的变化 另一个国家的态度变化 是让北京更加感到心惊肉跳 这就是北京的老大哥俄罗斯 他的态度有变化 大家都知道啊 俄罗斯一直是北京的一个精神支柱吧 所以俄罗斯对北京的态度 北京他也是非常敏感 昨天呢就发生了一件 可以说对北京和俄罗斯关系 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就是俄罗斯的国家检察官啊 宣布说指控一名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 向中国泄露国家机密 他判了就是犯有叛国罪 按照这个俄罗斯和北京一贯这种友好的关系啊 即使是发生了这种所谓科技间谍的事情 他也不应该大声的声张 可以悄悄的来处理 现在俄罗斯这样高调的处理 涉及中国的这个科技间谍问题 显然就会伤到两国的和气了 这次俄罗斯指控了这个俄罗斯的科学家 是一个核潜艇专家 他就指控啊 他在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把一个含有俄罗斯的国家机密的一个情报资料 交给了中国的特工 所以就构成了叛国罪 而且呢 这次俄罗斯啊 居然说北京偷俄罗斯的技术 这是让一个北京非常难看的事情 因为美国一直指控北京偷美国的技术 现在俄罗斯也指控说北京偷俄罗斯的技术 那等于就是说 美国和俄罗斯联手 说北京偷他们的技术 把这个罪名给坐实了 就让北京感到非常没有面子 很难看嘛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 就是北京派出了100多枚的士兵啊 准备要参加这一次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的阅兵活动 中国的士兵6月14号就已经已达俄罗斯了 可是呢 俄罗斯媒体的反应是极其的低调 几乎都没报道 不过呢 跟这个和中国他们俄罗斯媒体 不提中国军队相比啊 俄罗斯媒体啊 他报道了同样到俄罗斯去参加这个红场阅兵活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 比如说摩尔多瓦啊 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外国军队到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都做了报道 等于说俄罗斯媒体故意要冷落北京 那么俄罗斯要冷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显然和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是有关系 到昨天6月15号为止 美国的感染人数全世界第一有207万人 巴西的感染人数全世界第二87万人 俄罗斯的感染人数全世界第三52万人 印度的感染人数全世界第四32万人 英国的感染人数全世界第五30万人 那么俄罗斯现在作为全世界第三位的感染国家 他受疫情的损害非常严重 俄罗斯人当然会认为这个巨大的灾难 就是从中国穿过来的 所以呢俄罗斯对中国肯定会有一种非常反感的情绪 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也想连任啊 他也不想承担这次疫情的责任 所以普京其实他也想甩锅到北京去啊 这样就表现出来 最近啊俄罗斯对北京的态度明显冷淡了 因为北京特别是习近平 他在反美国反美的问题上 一直是依靠俄罗斯这个精神的支持 如果俄罗斯不支持北京 甚至反过来站到美国那边那习近平是绝对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一看俄罗斯好像态度有点变了 他就害怕了赶快就要向美国服软求和了 北京要向美国服软求和就吓坏了另一个国家 这就是北朝鲜 因为北朝鲜是最害怕北京和美国友好 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北京要对北朝鲜进行制裁 但是遭到了北京的拒绝 但是呢 北朝鲜在经济上他又完全依赖北京啊 一旦北京对美国服软求和 他按照美国的要求对北朝鲜实施经济制裁 或者是断绝他的援助的话 北朝鲜金正恩政权马上就会垮台 所以现在北朝鲜是急坏了 他就拼命要想闹事 最近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居然他就以韩国这个所谓脱北者散发传单为借口 向韩国发出了要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 其实呢 韩国的脱北者向北朝鲜散发传单早就是有的事情 绝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所以北朝鲜这次是故意要找借口啊 就是要对韩国进行军事威胁 其实他就是剑指背后的美国 今天呢 北朝鲜的闹事又大升级了 据朝中社6月16号的报道呢 就是继北朝鲜切断了和韩国之间所有通信联络之后 今天呢 北朝鲜又公开的彻底炸毁了 位于北朝鲜开城工业园区之内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北朝鲜炸毁这座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 因为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啊 是2018年9月份建成的 他是朝鲜的金正恩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在2018年4月份在板门店宣言中达成的协议之一 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是修建在属于北朝鲜领土的开源工业园区当中 但是呢 他的建设费用全部是由韩国负担的 就是韩国投入了大约180亿韩元来建造这个四层楼的大楼 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韩国的财产 所以这个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啊 其实已经被韩国政府列入国有财产的名单当中 他是韩国的财产 在2018年4月 新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板门店宣言的时候啊 曾经就把设立这个韩朝办公室大楼啊 就是建造这个韩朝办公室大楼 作为一个板门店宣言最大的成果之一 可是现在北朝鲜公然炸毁着属于韩国财产的 这个韩国建造的大楼 不但等于是公然撕毁了两年前才达成的板门店嫌疑 更是赤裸裸的对韩国进行军事威胁 意味着北朝鲜下一步可能就要对韩国动武了 对于北朝鲜公然军事挑衅 公然炸毁 就是朝韩联络大楼这件事情 北京什么话都不敢说 北京不敢批评北朝鲜 但也没有表示支持北朝鲜 北京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啊 朝鲜和韩国是同一民族 作为禁令中国一贯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与稳定 北京这种不疼不痒的外交辞令啊 也就是表现出来 北京对北朝鲜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 虽然说北朝鲜如此粗暴的举动也不是北京给煽动起来的 北京也不希望北朝鲜这么做 但是他们拿北朝鲜也是毫无办法 那么北朝鲜为什么要搞这种炸毁韩国大楼的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呢 显然就是北朝鲜害怕 就是怕北京要对美国要服软投降啊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北京会接受美国的要求 就是会停止对北朝鲜的援助 这样北朝鲜的经济人政权马上就要彻底垮台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啊 北朝鲜就要拼命的闹事 他就不惜搞出什么军事冲突 他要破坏北京和美国改善关系 因为北京和美国的关系越糟糕 对北朝鲜越有利 北京和美国的关系越好 对北朝鲜就越不利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呢 北朝鲜很可能会走一个铤而走险 就是要走上和韩国搞武力冲突 对韩国动武的这么一个行动 北朝鲜就要闹出一个大事 来破坏北京和美国改善关系 其实金正恩的目的就是要把习近平拖下水 就是要把北京拖上他们的战车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考验习近平智慧的时候到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